欢迎收看今天的天气播报 今天依旧是冷嗖嗖的天气 这样含量持续影响大概会到本周日左右的 局部地区要特别留意 10度以下的极端低温现象 不过好消息是呢 持续是干冷的天气形态 各地都是稳定的好天气 就只有在东南部地区 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降雨 会发生影响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卫星云图间 吹着北风的大气环境 就只有在北部地区云量 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些的 不过呢全台湾来说 今天都是相当稳定清朗 其实多云有阳光露脸的好天气 而在低温的方面呢 今天早上清晨的时候呢 最低温是出现在苗栗的灶桥 只有3.9度的 所以呢要再持续的叮咛 以及提醒大家 面对这样清晨夜间的 极端低温现象呢 早出晚归的观众朋友们 一定要多加的 做好预寒的工作 做好保暖的工作 添加足够的衣服 来做好这个保暖的工作 会比较好了 好所以这样类似的干冷大环境呢 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日左右的 到了下个星期一开始 台湾附近的环境水气 就会有所增多有所增加了 到时候呢 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的天气形态 天气状况又要变得比较不稳定了啊 那么呢明天来说星期六星期日 哪边会下雨呢 就只有在花莲台东 恒沉漫岛一带的沿岸沿海地区 会有非常零星的短暂降雨发生影响啊 其他地方可以看到都是一片光秃秃的 没有什么降雨的讯号发生 也就是说天气状况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都是晴朗晴到多云 非常稳定的好天气 那么也就要建议大家 一定一定要多加的把握 这一两天的周休假期 可以到户外走一走 为什么呢 因为下个星期一开始 台湾附近的大环境水气会有所增多 到时候呢 台北基隆宜兰一带 以及局部的花东地区 又要变成是有降雨的天气形态了 而且呢一路从星期一到下个星期三 这个降雨的范围 以及降雨的雨势状况呢 都会变得越来越多 越来越明显啊 那么在气温方面呢 主要这一波的寒流影响 会一直到星期日左右 在北部地区持续的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啊 低温都只有8到9度 非常的寒冷啊 那么呢高温是16度左右 不过下礼拜呢 星期一开始冷空气就会逐渐的减弱 到时候高温以及低温都会有所回升的 中部地区也同样的哦 虽然说白天的高温可以占上二字头来到20多度的 但是呢在低温仍然是维持在只有9到11度左右啊 南部地区也同样的 白天受到阳光的加热 大概都会有23度左右 有非常舒适温暖的这个气温感受啊 但是呢到了夜间晚上来说呢 就只会有12 13度左右的低温 不过呢这个若是在受到了辐寿冷却的加成之下啊 这个夜间以及清晨的时间点 在局部地区哦 近山区沿海地区以及空旷地区都要特别的留意当心了 会有比这个12度13度还要再更低的温度哦 会有接近10度左右的低温哦 所以呢提醒再次的提醒这个早出晚归 或者是呢这个衣服一定要多加的添购才不会着凉感冒了 好那么呢下周来看的话高低温也是逐渐的回升 到时候会有24以上的高温出现 可以说是相当暖热舒适宜人的气温感受了 东半部地区呢持续维持在11 12度的低温 而高温呢则是17到18度左右的 好所以呢今天晚上呢到明天一整天来说的天气状况 都是相当稳定的 就只有在东南侧呢东南部地区这个局部 会有非常零星的短暂降雨发生影响 其他地方天气状况真的是非常的稳定以及晴朗哦 所以建议大家真的要好好把握哦 因为下个星期北台湾北部以及东半部的天气状况 又要变得比较不稳定 那么呢大家就好好利用这个周末外出走一走 或者是尤其北台湾的观众朋友们呢 可以赶紧的洗晒被褥或者洗晒衣物都是相当不错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